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开始讲居士论 居士论当中 我们昨天前面已经讲了中阴神 就是中阴神的问题 中阴神的问题 就是昨天我们前面讲了中阴神的心相的时候 中阴神的心相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因为中阴神和本有的话 实际上是同一个业力 就是同一个业力 这样的话 他的心相应该是本有的心相 还有我记得居士论的知识 世情论师的知识当中 也有这么一个疑问 如果是他的来世 来世是一定要想他的本有 也就是说中阴神的心相 一定要想本有的话 那么释迦牟尼佛当时降生的时候 和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当时入胎 他怀孕的时候 他不是做了梦 做梦从路亚百相已经入于他的胎中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他的中阴神是来世的相 是来世的相的话 释迦牟尼佛来世也可以说 他的本有是一称王子 是一个国王的太子 那么这样的话 他的中阴神为什么是不用太子的形象来入胎 以人的形象来为什么不入胎 为什么偏要是一个旁僧 是一个大象 我们原来也表演过 路亚百相 那个大象为什么是如胎 大象是一个旁僧 那这样的话 中阴神也是不是旁僧 来世是人的形象 中阴神为什么是旁僧 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当时施经论师在自识里面 回答的时候这样说的 那么这个仅仅是释迦牟尼佛的父母 就是做梦而已 是一个梦的一个迹象的照而已 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大象如意在他的态当中 只不过是我们在做梦的时候 有一些迹象的梦 但迹象的梦不一定是真正是这个事情 是这样的 实际上中阴 按照俱事论的观点的话 当时的中阴应该是一称王子 他人的像 原来是天人 现在中阴神的时候 入胎的时候 应该是人的像来入胎的 但是当时这个父母做梦 是一个旁生的像 只不过是一个迹象的梦想而已 就像是以前在嘉义佛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智智国王 但是那个词诗里面 就是说智智国王 他说是智智国王做了十个梦 比如说有十个人拿一块布 然后一个大象从房子里面出来了 但是他的围报一直在藏户里面没有淘汰 中共他梦了十个梦 但十个梦实际上是 未来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的 斯文有些修行人不如法的现象的一种写照 并不是真正未来释迦牟尼佛的所有的情况 全部在梦中真实的出现 真实的出现的话 那当时为什么是梦猴子 当时为什么是梦一块布皮呢 当时他一块布皮也实际上是代表 就是斯文是宝布的教法嘛 但这样的话 他事情论师这个问题已经回答了 不知道你们看知识的过程当中发现没有 所以我那天忘讲了 这个事情还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按照小乘的观点 路亚百相入胎也并不是真正的路亚百相已经入胎 只不过是一个梦想而已 这个一定要清楚这个问题 但以后我在英文体里面也是有 所以我在讲的时候 希望大家还是 我讲的一点都是不好 这一点是我承认的 但是现在用韩语来讲的话 可能是真的要讲俱事论 而且用大称和谜称和有些俱事论 他自动的观点来讲的 这样用韩语上讲的法师也是比较少的 因此希望你们还是在讲的过程当中 该记录的应该记录 以后的话可能把这些道理 真正有写成文字 这样的话作为对俱事论的一种 打开一种思路 或者是也有一种研究的材料 所以这方面的话 我昨前天都是问了一些道友 我说今天早上我讲了什么内容 后来他们说只知道是牦牛 夏天的时候就不进行 除了这个以外什么都不懂 我一天一堂课里面 只记住这一点 真的这样的 然后我听说是有些 我们喇嘛里面有些也在听 然后我跟他们问的时候 他们也是把这些 你今天早上什么牦牛 什么狗 他们的不经心 他都自动到了这一点 其他的可能什么没有动 所以我们有些 我都有点心灰因灵的感觉 有点伤心 我只动到这一点 其他什么都没有动的话 真的遗憾啊 所以我讲了大概是可能有半个小时 或者是有一个小时 这句话可能一秒钟都没有过 但是所有的课程当中 只记住了这一个牦牛不经心的 所以这些金刚道友们 我希望还是不但是记这些 还有记很多的有关的 我们的有关众影的研究 有关前世的研究 来世的研究 这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必要 所以应该记住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昨天前面已经讲了 忠一生世如何样的如胎的状况 前面也讲了一部分 今天一知明知二如胎 他知也有知诸胎 知诸胎也有知生与居民 乱生也有恨不知 就是他这里这样讲的 一者明知而如他 那么我们这个情况就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如胎的时候知不知道 如胎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众生都知道呢 所有的众生不知道呢 到底如胎的这样的状况 哪些众生知道哪些众生不知道呢 他说是有一种众生知道是如胎 这是指的是我们下面还在说的 他说是一则明知 一则指的是专论王 专论王他只知道是如胎的时候 因为他的福报学现前 他如胎的时候就知道的 但是他这个珠胎和初胎他就不知道的 他也有知珠胎 然后他指的是圆论 圆论的话他不但是如胎知道 而且他这个珠胎也是知道的 也有知 也有知指的是佛陀 佛陀的话他如胎也知道 珠胎也知道 最后就是初胎 这三个全部都知道 欲据密 欲指的其他众生 其他我们凡夫众生的话 如胎也不知道 珠胎也不知道 然后初胎更不知道 最后现在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想起了 我人是不是在从这个时候开始 其他全部是已经梦住了 因为众生一般都是在 开始这个死的时候 用我们《大圆满前行》里面的所讲的一样 背后明点上下 最后在自己的心思 在中间已经昏绝了 就像是已经昏绝了一样 中间什么都不知道 也有这种情况 但是极少数的有些前世的有些因缘的人 这些在中阴的时候也是自己知道现在是中阴神了 以后要转世啊 尤其是我们修密宗的有些依靠上师的窍诀的话 这方面知道的人有 但是一般来说是非常少 所以他这里是这样的有三种众生 然后这个暖身的话也有这个恒事不知道 就是暖身当中一字里面包括有些恒事 就是接生一定也不知道的 全部都不知道 就是这样的 那么下面教义里面这样讲的 所有的如特者都能以颠倒的心如胎吗 都是颠倒的心什么都不知道呢 不一定 今中说有十种情况 今中怎么讲的 一字明确知母胎而去如 这个专论王他知道是母胎 然后去了的 不知诸胎和出胎 这是专论王下面是以以上次第来来的 但是他这里前面没有说 然后儿子不禁 而这是第二种情况 这都是远诀 那么远诀的话 不禁指入胎且指入胎 然不指出胎 但出胎的时候他不知道的 远诀的话他不知道 他这里入胎出胎的话 比如说他今生当中不是 他下一辈子变成了专论王的 或者是变成佛陀的 变成远诀的就是这个 当然一个佛陀入胎 成佛以后有啊 还要入胎 这种情况倒是没有的 但是比如说一辰王子的话 他那个诸胎和入胎全部都知道 因为他是最后有者 他小乘也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他从毒水天来到南战部族 然后入胎 入胎的时候也是在 当时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当中 他对所有的太僧众生先讲佛法 在诸胎的时候也是 他在母胎当中 也是对无量的众生宣讲 所以出胎的情况 佛陀是全部知道 佛陀是指的是 当时他没有成佛 但是下意识当中马上成佛的 这种情况是这样的 然后第三者不仅是知道诸胎如胎 他也知道了出胎 就是了知出胎 然后除前三者之外的众生 再对如胎主胎 然后这个出胎一无所知 就像我们一般凡夫人一样的 一般凡夫人的话 就是什么时候如胎也不知道 主胎也不知道 就像我昨天讲的一样 多谢格西的前世一样的 他只知道是他们家的门口 然后他就不知道 怎么样如胎的也不知道 然后在胎中本来都是要九个月 住在母亲的肚子里面 但是这种情况也一点也是不知道的 但众生虽然有这种痛苦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 然后出胎的时候这种情况都不知道 这是一般的凡夫人而言的 然后暖僧称为杜绝者 他这里暖僧指的是杜绝 也有恒是对猛然而不知道 有些杜绝有些杜绝也有暖僧的杜绝 那么这种暖僧的杜绝恒是也不知道的 因此这是总部杜绝而言的 前面所说的凌绝杜绝 那么前面所说的也有些是有知道的吧 刚才前面所说是知道的 有些住胎的杜绝的话 以前有一个杜绝叫做是阿伦杜绝 阿伦杜绝的话他一点都不知道 他一点都不知道 那么他是太僧的 他一个不是单身的 他是对他是暖僧的 他一点都不知道 这是杜绝而言的 然后前面所说的 如胎和住胎都知道的 指的是灵教育杜绝 灵教育杜绝的话他不接住任何人 他就住在就像灵教一样的 在寂静的地方 这叫做灵教育杜绝 因此他们不想为 实际上比如经验尊者一样 经验尊者是他们的比喻 经验尊者的话他就知道 然后有些杜绝他就不知道 也是暖僧的这种情况 那么上面所做的这些日呢 了之如胎前三种 轮网圆觉与佛陀 我们前面说的是了之如胎 然后有诸胎两个指导的 然后三个指导的 这些分别为轮轮网圆觉与佛陀 为什么他们是这样呢 佛陀 智慧 佛陀 广大之骨 次第制止 为什么他们这样呢 因为圆觉他的福德比较不错 不是专人网 然后圆觉他的智慧广大 佛陀他的智慧和福德都广大 所以知道如胎和珠胎 然后我们凡夫人的话 他的福德和智慧都不够 因此珠胎也不知道 如胎也不知道 但是呢 这个也是有这种特殊的情况 特殊的情况 我们前面也讲了 这是这个小乘俱舍论的说法 如果我们按照密宗的说法的话 你在中阴神的时候呢 自己也会如胎的情况是知道的 这一点是密宗的不共的特点 那么我们前面也讲了 我们在中阴的时候 当然所有学密宗的人不一定知道 即生当中好好地修学密法的这些人的话 到了中阴的时候 就像《无上密法》里面所讲的一样 看到人群啊 看到花园啊 看到无量宫殿啊 这个时候呢 你自己觉得说 我现在该入胎了 应该在这个时候入胎了 现在一定要把自己的父母 观想为自己的本尊 自己的心观想为 如果你愿意智慧光达的话呢 就是观想为德子 阿拉巴扎那等里面的 如果你愿意能力光达的话呢 就把自己观想为红子 如果你愿意悲心光达的话呢 把自己的心光显为狮子 然后分别这样观想以后呢 就是一遍这个发愿 一遍这个入胎的话呢 就是知道这个入胎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这是密宗的这个就是特点啊 就是在这个入胎当中的话呢 凡夫人也是是有些呢 就是知道的有 但一般来讲是这个凡夫人呢 是不知道的这个入胎 入胎都不知道的 所以这个入胎以后呢 有一种这个态障 我们现在不要说是我们一般的凡夫人 有些活夫也是是不知道 很多新闻记者呢就是问 既然你是是前世什么什么的这个活夫 那这个看看你那个是当时这个知不知道呢 就是有些人就是说是 好像说不知道的话呢 有点不好意思 就是知道知道 我就是前世是什么什么 就是就故意这个说王爷 有些呢就是说真实 但说真实的话也可以 因为这个所谓的活夫的话呢 就是不一定是你这个 入胎的时候 你也许知道 但是你现在忘了 就是因为入胎以后的话呢 他有一种这个态障 就是所以呢 就不一定现在的知道 就是所以这个情况呢 还是是比较这个普遍的就是 虽然他是比如说就是我们一个人呢 他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是他的这个转世 但是他在中一生的时候呢 他就完全就是有这种能力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观现为红子啊 然后是这个开始入木他就是这样的 但是他入了入胎以后的话呢 就是因为这个态障的习气是非常严重 从此以后已经迷惑了 就是蒙住了蒙住了以后 然后出胎的时候呢就是一无所知 一点都是不知道就是 就是自己是不是他的这个转世啊 前世啊就是一点也是不知道就是 这是这个是真实这种情况也可以存在 所以那么他这里讲了知如太灯 诗之何者呢 了知如太的三种分别为是转能王 刚才只知道一个是转能王 然后珠太和如太都知道的就是圆觉 然后这个全部知道的是佛陀 原因是转能王的福德广大 圆觉的福德呢就是在百戒当中积累资粮 而且呢就是修持这个 鲁世灯而智慧广大就是鲁世这个 佛陀则于三二生七劫积累福慧二子 事故他的这个福慧呢也非常广大 就是极为广大 因此呢就是按照这个次第来推致 就是这个上面的这三种呢 就是应该以次第来推致 就是这个问题 应该以这个次子来对致 下面就是讲诸诗之力 现在刚才这个 义诗如太的这个道理呢已经我们讲了 那么这个义诗他自己这个 按住的这种道理分两个方面来讲的 诸以何处行使之缘情和 然后这个以何而诸诗之缘情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也分三个方面 略所 广所 舍异 第一个略所 无我尽舍 前面呢我们这个 把这个中阴生的一些这个道理呢 就是全部已经讲完了 就是所以这个 我们俱世论当中的这个中阴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还是大家应该这个清楚 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意识呢 就是才这个节省的才转省的 就是这个问题 然后现在讲这个 我尽舍云尔也 烦恼予也作因缘 转时中阴至相续 犹如灯火而如台 那么下面呢就是我们这个说 既然这个这样的话呢 就是那到底这个 我就是一定要存在了 你看中阴生的话呢 我前世的这个众生 那么今世的这个众生 中阴的这个众生 这样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我存在吧 就是有些外道是这样认为的 但我们这个佛教呢就是 这个真正去观察的时候 所谓的我呢就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在表面上呢就是这样的这个我 实际上是这不是真正的这个我 这是一种家里的我就是 家里的我呢就是实际上是不一定真实存在 如果外道头说 如此一来就存在要认我了 就是你们这个就是从前 因为在从前世到今世 从今世到后世的众有之国 就是他有这样的这个众生呢 已经存在了嘛 就是从今世到今世 今世到这个众有 然后众有到有这个下面的这个私有 本有生有 这样这个私有扭转不断存在的 这不是众生这个已经存在了吗 实际上是人我是不存在的 当然这个是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明眼当中 我们这个中观的说法的话呢 明眼当中是有这样的这个家里我也是可以存在的 就是这是那个 我们这个《入宗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这个明眼当中这样家里的我是可以存在的 但实际上呢你真正去观察的话呢 有一个私有的东西是从来世到这个 前世到这个近世 近世到来世 世有的这样的东西都是没有的 只不过是一种众生的一种迷乱这个聚合 那么这个我是到底是什么呢 我就是所谓的这个乌云聚合而已 就是他这里这样讲的 就刚才说是无我今世乌云而已 那么这个耶和烦恼作为因缘的话呢 就是专世有一种这个相续 这种相续呢就像灯火一样的这个入台 就是灯火一样就是 这种众生的这个入台呢就像是灯火一样 比如说我们这个灯呢就是 虽然这个灯的光呢就是它就并没有这个 直接这个全部到哪里去 但是这个光呢就是整个屋子里面 全部都可以这个照亮就是 这也是一种这个缘起就是 这是一种缘起 然后这个龙猛菩萨呢就是还有这个 什么菩提行事还是什么 有一个教证就是用这个把这种比喻就是 我们这个行事呢并没有前一 但是呢实际上是这种这个行事的前一后果呢 应该存在 所以对这个行事方面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比较这个深啊 就是应该居舍论呢就是居舍论有它的这个观点 然后尤其是我们这个下面再讲吧 它这里就是这样讲的实际上我是不存在的 原因是无有恒时无有恒常自在的菩提切勒 就是这样的这个我呢就是根本不存在的 如果对方说那么舍弃前面的乌云 属生何时的坐载就不是成立了吗 那么这个坐载就是这个我吧 下面呢我们就是说这个无有人我之国 就是没有这个人我之国这是不一定的 就不能成立对就是他对方是这样讲的 如果这个人我没有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 我们的这个乌云呢就是相续产生的这种现象都是不存在了 就是没有人我的缘故就是对方这样说的 我们回答的时候呢就是这是不一定的 因为这是乌云的相续被当作菩提加勒而已 就是我们这个乌云的相续呢 这是大车也是这样讲的举舍论也是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经常认为是我 我 我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我呢就只不过是一种乌云 就是我们前面讲第一批二批的时候 乌云什么叫乌云知道了 那么乌云的一个聚合呢就是人们都认为这是我 就像是这个车的车轮啊就是车的车厢啊 就是全部零件聚合起来的话呢 这里有个车啊就是这样认为的 同样的道理我们把这个乌云的聚合 真正的所谓的这个我呢就是一点也是不存在的 就是这种推理方法呢 就是中观和那个小乘呢 就是基本上是就没有什么差别的 但是中观的这种推理呢就是非常可靠 就是小乘呢就是并没有那么细整 如果对方这样说 云是刹那行的不能以相续而去弱 就是如果对方这样说的话 这个云是这个刹那行的不能这个相续而去弱 因为云是一刹那一刹那而就是 那么我们下面回答说就是 无有此重或是 因为前世的烦恼业作因缘 而产生中有的这种云的相续 就是前世的这个业和烦恼呢就是作为这个因缘 然后呢就是产生那个中有的这个云的这个相续 然后依靠这个中有的这个云的相续呢 开始这个土生就是就是这个产生这个生有 然后呢就是就变成了这个就本有 本有以后的话呢就是就开始这个产生这个私有 所以他的这个私有中有啊 这个三有呢就是在三有或者是四有呢 就是在中间这个轮回扭转的 因此根本不会有这种过失 就像是灯火虽然是这个插烂性的 但是他的相续呢可以去往这个别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我也在这个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行事 行事我们去年就是讲这个前世精神论的时候也是已经讲过 就是有些人认为呢就是他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如中论的不是如中论的 我们这个居士的知识当中也是已经讲过就是 而居士论知识里面呢讲 那我们这样这个身体土生的时候呢 就是身体是这个父母的这种这个精血就是 精液和那个血就是而产生的呢 还是其他一个东西这个产生的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世精论师他就引用了这个观点就是有两种说法就是 一种说法呢就是我们这个这种这个身体的话呢 就是依靠这个精液而产生的就是精血而产生的 这是这个佛经也有这个教证的 然后还有一种这个说法的话呢 就是精液呢就是产生就是另外的一种这个四大 然后在这个四大作为基础呢就是产生这个众生的这个身体 这个呢就像是我们这个一些树叶吧就是 树叶上面就是产生那个就是 树叶上面就是一种这个四大就是 这种四大当中呢就是有些小虫就开始出现就是 就像是这样就是这两种这个说法 但实际上呢就是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就是 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可以说是 依靠这个父母的不经种子就是 就是也可以说是这个精和血就是 依靠这个他呢就是然后呢 逐渐逐渐就是扩大就是 然后这个身体呢就是这样这个形成的 就是这样可以说 那么这样的话是我们的这个心也 是不是是依靠这个父母的这种这个精血而产生呢 就是这不是就是不是就是应该这样回答的 那么心呢就是他有这个心这个前世的这个刹那的相续 就刚才这个前面所讲的一样就是 就是乌云里面的这种有关这个心事方面的话呢 就是他有这个前世的这个刹那刹那的这个相续 那既然有这个前世的这个刹那的相续的话呢 为什么是这个这个有些这个父母 比如说这个有些这个父母的这个性格呢就是好的话呢 就是这个孩子也是这个性格很好的 然后这个父母的这个智慧呢就是有这个有智慧的话呢 孩子自己也有智慧的 父母是这个勇敢的话呢孩子也是这个勇敢的就是 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这种 主传的这种主传的一种这个遗传性吧 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这个遗传性 这个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是我们可以这样这个回答的 他的这个不经种子呢就是对这个心事呢 只起一个缘的作用就是没有起因的作用 这个心呢就是是他的这个因 每一个众生呢就是他有他的这个因 就像是我们这个种子吧就是 我们一个种子呢就是他就播在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良天当中的话呢就是 就是他比如说我们这个 他的这个地方都有关系 比如说羊育的种子 羊育的种子就是路后那一带的有些地方的话呢 那个地方是还是很天的就是 然后在里面长出来的这个羊育呢就是 因为这个兔这个非兔的话呢就是有这个天的这种这个功能 因此呢在哪里这个长出来有一种这个天的味道 然后在另外一个比较这个枯草的一个地方的话呢就是 在那里呢就是长出一个其他这个味道的就是 同样的道理就是对这个地是有关系 就是他的种子是同样的一个种子 但是呢就是不同的这个众生面前的话呢就是 他有这个现实不同的这个性格 因此我们这个有些人呢就是这样认为就是肯定这个 这个我们去年前世精神论当中是有的 但是在这个问题是非常这个关键就是 心的这种相续呢就一直是渐量不断的就是存在的就是 然后这个身体的相续呢 应该是这个父母的不经种子而这个产生的 那么这个人的这个性格又对这个父母呢就是有一种这个相续的话呢 实际上呢就是并不是真正是他的这个这个 这个心也是这个父母的不经种子而这个造的就是 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实量论当中是有这个相续说明的就是 所以我们这个以后这个明年呢就是 如果能这个学成那个实量论的话呢就是 那么实量论当中的话呢就是 众生的这个心呢就是一直这个戒量不断的 那么外面的这个四道和外面的这个父母的这个种子呢就是 作为一种这个愿就是不是这个因 所以你们看看那个知识当中吧就是 知识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这个好像在做前天吧就是 做前天的一个知识里面呢就是又讲了就是 刚才这个父母的这个不经种子到底是不是身体的因就是 这个方面呢俱舍论大书里面呢就是也有一个观察就是 但重的来讲就是如果我说光了可能你们不一定懂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归根基地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心呢就是 是自己这个前世的这种心就是造的 然后这个身体的话呢就是依靠这个父母的不经种子而造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为什么这个父母的性格相同 为什么是父母的智慧相同呢 这就是父母的这个不经种子有关系的 就像我们这个种子的话呢就是 他对这个田野有关系一样的就是 他这个杀在这个田野里面的话呢 跟这个田野的这种这个 什么这个土地的这种这个本性呢就是相同的 如果我们这个杀在另一个田野当中的话呢 这个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关系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是同样的一个这个心的相续 但是呢就是依靠这个父母的话呢就是 这个不经种子也是对他的这个心理呢也是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 就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应该这个回答 就是这个问题 还有一种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以前也是讲过 就是这个四百论的这个道理 就是在这里呢就是也应该知道 就是因为前世后世存在的道理上呢 就是在四百论当中也是这个问题就比较这个关键 四百论里面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是如果这个心是这个常有存在的话呢 这个外道呢就是他说是如果众生呢 就是有戒量不断的心是存在的话呢 那么就是我已经成了这个常有了 就是这样的 然后圣天论师当时回答说是 我是不会常有的 他说是如果能回忆前世 就是我们这个一般呢 用回忆前世来成立今世存在 如果回忆前世来能成立今世的话呢 那么这个我已经常有了 就是外道是这样辩论的 然后我们给他回答的时候呢 那不一定的就是这个身体 前世的身体上的伤疤呢 就是在即生的身体上都是可以出现 但是身体的并不是常有就是 四百论当中不知道你们这个能不能记得 就是有这么一个这个偈颂就是 那么这个偈颂的这个注释就是 也就是说 约翰伦师的四百论的这个注释当中呢 就是这样讲的 他说是这是一种这个缘起 这是一种缘起 有一个毛棚里面呢 就是在桶里面放那个酸奶 然后在这个毛棚的外面呢 就是有白色的鸽子 但是白色的鸽子的脚印呢 就是可以在毛棚的酸里面 这个酸奶里面的这个呢 可以这个显得出来 实际上的话呢 就是因为这个毛棚的外面的这个鸽子的脚印呢 就是不可能就是到那个这个 什么那个毛棚里面的那个酸奶上面的 但是这是一种这个缘起 就是它的印象可以显现出来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也是一种缘起 就是前世这个 如果众生的这个身体上是有伤疤的话呢 即生当中呢 就是在他的这个身体上是也可以出现的 那么前世有这个伤疤的 即生当中有这个就是伤疤的 就这种呢就是去年这个前世精神论 当中也是讲的 所以我就觉得是这个前世精神论的话呢 我们俱说论里面的很多道理呢 它是比较这个相应的就是 大家应该要知道 因为前世精神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如今我们这个最好是 显那个大号这个前世精神的这个基础 然后呢就是才堪破精神 不然的话呢 过一段时间就是 如果再来了一个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话呢 你可能会碰佛教 前世后世肯定不存在 前世后世因为我没有看见的缘故 肯定没有的 我想不起来的缘故就是 你想不起来的全部都没有的话呢 那这个前天的这个中午的这个饭也是可能没有了 没有吃过了就是 这样的话呢 那刚才这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 大家记住这个中观四百轮就是 你们不空的话呢 下面都是要翻一翻就是 就是这个时候我把那个 当时那个中观四百轮的讲义当中 约成论师的这个话呢 就是已经写在里面就是写在里面 然后这个话呢就是 前世精神论里面也是引用过 所以我们在这个研究中阴或研究这个 太神的时候 心的相续呢就是永远都是存在的 按照那个圣天论师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他是用这种方式来推理的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推理的 就是所以这个四百轮里面的这个教证呢 大家应该这个记住 就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身体呢 这个前世的他的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些舒畅啊 就是有些这个伤痕的话呢 在即时的这个身体上面是也可以出现的 但实际上是原来的这个身体呢 已经扔到石头里面 或者是已经这个扔在这个水里面 就是埋在地里面 今世的这个另外一个身体 为什么是他的身体上发现呢 就像是刚才那个毛棚里面的这个什么这个酸奶呢 就是根本就是这个格子呢 就根本没有这个飞到里面来 没有飞到里面来的话呢 那中间有这个虚空还有这个毛棚 毛棚上面有这个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就是约乘菩萨说是这是一种这个缘气 那么同样的道理就是 我们今生上的这个身体跟以前的这个身体是完全是不相同的 那为什么是他能显现上班呢 就是这是一种这个缘气 那同样的道理 我的这个心的相续 前世的这个心的相续 今世的心的相续呢 从来没有接触过 没有接触过 但是为什么我能会议呢 这是一种缘气 就是所谓的这个缘气就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灯火的话呢 它这个灯火呢 并没有跑到就是那个角落里面去 但是呢灯火明明在这里 但是在那个角落地方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能照样的这个照亮 就是照亮 这是什么呢 就是这也是一种缘气 就是所以圣天论师把这个生死的这个问题上面的这个缘气呢 就是讲得非常细致 在这个问题上面呢 我像是现在的这个人和这个科学家和理论学家呢 就是根本就是不知道 就是这种这个终生的生命的这个虚幻的这个过程 就是这个非常重要 有应该我们用这个比喻来这个说明 那么前世真正这个没有一个存在的这种 是有的我的话呢 怎么会是这个这样牵引呢 这也是是可以的 虽然灯火呢 已经插烂性的 但是灯火插烂性的话呢 他也可以照亮很多地方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这个我也是不存在的这个 众生的性的相续呢 就是也是是插烂性的 但是呢 他来到这个后世呢 也是可以的 你看这个种子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种子一插烂就已经灭了 但是因为种子存在的缘故呢 就是第二个 第二插烂或者是秋天的时候呢 还是苗芽是存在的 那么苗芽和种子之间的关系是 就是常有还是断有呢 不常不断 就是不常不断 虽然是不常不断 就是真正是不存在 但是呢 也应该是这个有的种相续存在 所以你如果是真正对这个 中管的这个道理啊 就是对中管的有些道理和 俱舍的这个道理呢 相结合起来的话呢 对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一定会是生起很大的这种信心 我想我们希望这个所有的这些 金刚道友吧 就是一定要对这个佛法呢 就是生起一个特别这个坚定的 就像是这个 这个现在的有些这个老红军一样的 就是老红军的话呢 就是他对这个马来主义的话呢 真的有一种这个 所以就是没办法这个摧毁的一种这个见解 就是他有一种见解 我们这里的有些金刚道友的父母呢 就是以前这个新四军呢 以前有些老红军呢 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孩子的话呢 这么给他说服的话呢 他就根本就是说服不了的 就是我是这个从小都是在我的心里面 就是这方面的教育 就是已经成了这个根深蒂固了 你这个千而易举呢 就是不可能这个转变的 所以我们对这个重感和趋势 从名言和世俗 名言和这个圣语的这些道理呢 真的这个闻思的 特别特别这个踏实的话呢 那么这个以后老的四合也是 成家三万个这个邪见人呢 就是旁边给我说是 你们这种佛教的说法是不对的 你们这个生命科学相位 或者是这个心理科学相位的话呢 我们这个各个地方是有一种这个 不同的这个依据就可以这个举出来 所以我呢 很想那个大家的这个间接要靠文件 不管是我们这里 现在特别是我们这里很多的人呢 就是这个有些这个年轻人 就是那么这个一生当中这个出家的话呢 也很困难的 以前那个杨仲和佛 杨仲和佛也是藏族非常有名的 他现在在英国不是那个是那个 是那个变那个藏汉大词典的 就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他呢就是经常认为就是 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 一定要有一个佛教的这个知识 就是他就特别特别这个希望就是 不管是你是在家人你是出家人 你以后变成什么样的人 但是你的相续当中呢 他有一个坚定的这种间接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这个学基神论的时候呢 就是也一定要 不管是你是这个 称为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 一定在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就是对这个 尤其是这个前世今生呢 就是这个非常重要 方便的时候呢 就是还是要经常看一下这个前世今生论 然后同时呢 我们这个修行也很重要的 当然这个修行门非呢 我看这个大家都不说 也可能这个有兴趣的 就是稍微这个深入一点的话 很多人呢就没有这个兴趣或者是没有能力啊 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个最大的困难 就是什么这个高不成低不咎 就是国人这样说的 高的呢就是不能成功 然后低的呢就是不满足 就是修行门非呢 就是觉得很简单就不想看 居舍论呢就是太难懂了 然后中间呢就是已经不上不下 就是中间呢就像是这个挂在这个 吊在那个空中就是 再这样就是不太好 就是因此我们在这个心的相续当中 应该通过这个佛陀的这种中观和俱舍论的这个 因为中观呢就是从名言当中的 一切万法抉择都非常殊胜 俱舍论呢就是在这个 中观是这个身影当中的万法抉择都非常屠舍 然后这个俱舍论呢就是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名言 这个前世今世啊云的这些结合 这些都是我们名言当中分别念的境界 其实学居舍论呢就是我觉得是也不是很困难的就是 就是只要稍微聪明一点的话呢就是应该是这个 他这里说是这个因为通过这个业力的这个潜移吧就是 我们的这个众生的相续呢就是从这个前世转生到今世 然后由这个业和烦恼的这个之前 他的这个自备下呢就是 就是由今世呢有前往到这个踏实 就是这样这个死有转而复射的这个轮流 就是一直这个不断就是 接量不断的就是这样这个轮转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论事 就像中观宝门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 这个所谓的轮回呢就是是这样的 若问那么中有到生有等的相续是如何这个产生的呢 就是从中有到这个就是从中有到生有 私有到这个生有到本有本有到这个私有 就是这样的这个相续就是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依靠业的烦恼前移而形成的零螺当主态无畏 就是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主态无畏 然后从中呢就是出现六处就是 我们下面所讲的十二缘起当中的六处 然后出台以后呢就是海童等 就是生这个无气的次第 产生无云的相续就是海体时代 我看 所以那个就是我们这个人小的时候呢 一般是那个海体时代 然后是这个童年时代 然后是青 什么少年 青年 然后这个成年 中年 老年就是这样分的 这样的话是居舍论的有一个大树里面呢就是 所谓的这个海体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出生到这个不能玩耍就是 这个时候呢就是叫这个海体时代 但是这个说法可能比较多的就是 我以前看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学问当中也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他里面就是这样说的就是 一个里面就是海体呢就是从那个从小到这个 然后不能这个玩耍就是不能用玩具 就是这个之前呢就是海体时代 然后这个可以玩耍就是 然后就是不能做那个不经心就是 这个之前的话呢就是叫做是这个童年就是童年 然后这个三十岁到五十岁呢就是七年 然后就这样就不行了 那就不行了 然后这个七年我看是这样算的 我记得是 然后三十岁到五十岁 五十岁到七十岁 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应该是那个成年 然后五十岁到七十岁呢说是中年就是 老年呢就是七十岁以后 是居舍论的一种说法 这样的话呢我想是很多人呢就是不是这个老年 就是还没有到这个七十岁之前呢就是不是老年人 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算法就是 他是用这个这是居舍论的一种大书里面就是这样讲的 但世间的这个现在的一般我们经常这个所谓的 原来我们这个编那个儿童佛教课吧 儿童佛教课里面呢就是这方面也有一些那个叙手 可能大家都这个记住吧就是刚才那个 今天也是说一个不经心可能又能记住了大家 就是 那个是这样的就是 这是一种这个说法是这样就是 所以这个众生呢就是他这里也已经讲了吧 那么这个依靠业与烦恼的前沿而形成因落等 然后呢就是这个五云的这种相续是存在的 如是出生以后的烦恼业 借着出现私有 依靠精神积累的这个业和烦恼而前往踏实的中游 就是前往这个踏实的中游 之后呢有这个前往后舍 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一个问题 他这里呢就是讲这个轮回呢就是五十五种 就是五十五种 然后刚才那个颂词里面呢讲是三有五十 那么我们这个轮回到底有没有变就是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讲现广庄业论的时候呢 到底轮回有没有变呢就是这个是 如果有变的话呢就是已经这个轮回就空了 就是诸佛的这个事业呢就是没有的 如果这个无变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 这个诸佛也是不可能这个度尽众生了 就是所以他的这个发言不成功啊等等有很多的这个辩论 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应该这样这个回答的 中的轮回来说是这个无视无变啊 中的轮回来讲的话呢就是整个这个轮回呢 就像《入菩萨行论》不是《入菩萨行论》 《普贤行论》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 无视无种的就是应该可以这样说的 然后这个分别的一些个人的轮回来讲的话呢就是无视有种 比如说我的话呢就是从无视以来转流到这里 但是我现在这个修大圆满或者是修这个这个显宗的法呢 就是最后已经这个获得成佛获得成佛的时候 我的这个轮回呢已经这个穷尽了就是 从个人来讲的话呢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居士论知识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他说是那个 生死呢就是决定是无错 然有后边就是 你们倒是看那个居士论的这个知识 就是居士论的知识尤其是 你们有些年轻一点的啊 尤其现在正在这个看居士论的这些人呢 有些老年人面前这个戒的话呢 那天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就是 后来就发给他讲 所以我觉得这个居士论的知识 稍微难懂一点 稍微难懂一点 但是呢也应该这个好好参考的话呢 就是里面全部是这个按照 居士论的这个观点来宣讲的 实情论是他就讲了很多的这种这个教理 所以他这里面呢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 这个生死决定无错 燃有这个后边 燃有后边意思是 这个整个生死轮回呢就是没有这个处 就是上面是没有的 但是呢也有这个后边 就像是这个种子一样的 就是它种子呢 就是种子的这个前面呢就是无视的 但种子的后面的话呢 你可以说是这个扫完了以后的话呢 再也就是不会这个产生的 就是就像是有些种子一样 这一点良力保障能当中也有这个说明的 因此呢我们这个轮回的话呢就是 种的来说是这个无种无视可以这样讲 然后分别有些个别众生来讲的话呢 应该是众生是无处有种 应该这样承认 所以这个轮回无边呢 就是只得种的轮回而讲的 然后个人的轮回的话呢 总有一天呢也有这个断经的时候 因此呢这个应该大家这样理解就可以了 像今天还是讲到这里就可以吧 下面是这个初题 今天是三十九道题 你看现在初题的比较多 以后我想是考试 就是围绕这个就可以了 就是不多不见 不责不苦的靠这个 所以那个我想每天都 如果认真这个复习的话呢 每天都做作业就是可能学习不多 稍微忙一点 其他的应该一天都是有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就是 希望大家不要一直是特别冷特别冷 但不是很冷 如果有点冷的话呢 你吃的多一点的话呢 马上就热热了 这是一种窍诀 如果你早上不吃啊就不喝啊这样的话呢 特别冷 人的那个外面的这个愿恨里面的愿呢 还是里面的愿很重要的 如果你这个吃得很好的话呢 就一会儿就不冷了 就是什么都就 世界都变了 就是所以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先吃东西 不然的话呢太冷了 就是先多喝一点多喝一点 多吃一点 然后就有精神了 所以我想闻思的话呢 冬天这样冷一点好 如果在大城市里面整天都是特别特别苦热的话呢 就一直想睡觉就是不想背书不想看书 他现在有点冷就是睡一睡不着就是早一点起来就是很好 他现在會没想着 一都是衣服感去 Vamos吧 怎么会 恭喜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